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1日下午 亚运会南篮小组赛继续进行 中国队迎来了首场比赛的对手V绿兵队 由于双方阵容都有NBA队员 对手阵容有NBA现役球星克拉克森 中国对周琪 丁燕宇航与克拉克森的对决 让麦克这场比赛的关注度变得极高 中国对周琪坎下25分12篮板7盖茂2助攻 丁燕宇航赛杰范满提前下场 拿下7分5篮板 埃古都沙拉穆12分8篮板 赵瑞11分4篮板2助攻 菲律宾对赛拉克森坎下28分8篮板4助攻2强断 斯坦哈丁格18分8篮板 普林格14分4篮板2助攻2盖茂 达利斯坦10分3助攻2篮板 上半场比赛 中国队率先进入状态 尤其是周琪发挥出色 个人投进四季三分球砍下17分 且在防守端贡献了6个盖茂 半场结束 中国队36比31领先菲律宾队 下半场 菲律宾队在克拉克森的带领下强势板铺 比分开始展开了拉锯战 中国队的另一位核心攻击手丁叶宇航在第三节 还剩下三分钟的时候武藩毕业 被罚下场 三节战法 中国队59比57节领先对手2分 第四节 中国队的新疆小伙成了赛场上的主角 连续贡献了几次精彩 在锦球 中国队逐渐的拉开了差距 但菲律宾队反扑攻是很猛 中国队的防守出现了松懈 出现了几次失误 在比赛还剩下三分钟的时刻 菲律宾实现了比分反超 最后一分钟 赵瑞成为了中国队攻城 先是抢断反攻打下两分半平比分 随后又命中了关键的两击拔球 时间还剩11秒 随着菲律宾的三分步中 中国队以82比80两分分差选升菲律宾队 拿下了亚运会小组赛的开门红 这就给你打开了 所以我用个强者的背景 再绝了 再绝了